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2001年在兰州 兰州晚报社的几位朋友 约我去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合作室 朋友们为甘南日报社采编人员讲课 忙得很 我有时间翻阅甘南州治 并且去了合作室东边的沙茂沟 有名的茶马古道 是以前强盗出没 专事抢劫往来商旅的地方 还去了当州草原 草原清脆着 山坡也清脆着 山头的白雪两天也没化完 印象太深刻了 随后去了嘎海湿地 马区 马区县城里看不见汉人 骑马的藏族妇女和骑着摩托的藏族男子 在柏油马路上缓缓行过 像兰州人在街上骑自行车一样随便 在城外公路上 他们风是电车奔跑 速度带气的寒风 把他们的藏袍挂成一个大包 毛线微薄裹着头 只露出一双眼睛 也就是这次肝难之行 激起我去藏族去旅行的冲动 那时 无数的旅客往西藏跑 由以画家 摄影家为多 形成了独特的藏飘一族 这种冲动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就在我心里懵懂过 藏族作家扎西达瓦 曾经到渤海湾大清和盐厂 我的家中做客 对我讲了许多有趣的藏民故事 并邀请我去西藏 他当时说 现在就跟我走吧 趁着我老爹还有点办法 你就跟我去西藏吧 他老爹时任拉萨市长 那时候 全国都派干部支援西藏建设 他叫我跟他去西藏 然后由他父亲来办理 我支援西藏的手续 扎西达瓦向我保证 去西藏工作几年 何时想回大清和 就可以回来 我愁愁再三委屈 因为那时 我刚从河西走廊 调来大清和盐厂 女儿才三岁 把妻儿抛在家中 独身去一语飘荡 这种决心不好下 2006年春天 我在上海文学连载的 定西孤儿院济市 已尽杀青 孩子已经自立 家务事也不用我操心 我便去了兰州 想着从那儿出发去西藏 但是在兰州盘缓了两个月 也没找到旅办 身体也存在问题 最后选择了 离兰州最近的藏区 甘南 藏族人生活在一个广阔的地区 西藏自治区 青海 四川 云南 还有甘肃 这几个省区当中 甘肃省的藏区面积很小 只有处于青藏高原 东部边缘的 甘南藏族自治州 和武威市的天柱藏族自治县 走遍了甘南之后 发现甘南的风光最美 那里有世界草原研究专家 工人的亚洲第一牧场 马区草原 人称六大神山之一的 阿尼玛沁雪山 夏河县拉布朗斯的建筑面积 比西藏甘丹寺 折邦寺 斯拉寺 和扎什伦布寺都要大 它的豪华 四中高僧大德之多之重 就全国来讲 也极为罕见 云南石林天下之 但与迭布县扎嘎梁的石林相比 就是小屋见大屋了 九寨沟国家森林公园 与迭布沟的山水相比 也就是一个盆景 以兰州为根据地 三年来 我多次进出甘南的草原和峡谷 进出藏民的牛毛帐房和踏板房 我试图了解他们独特而灿烂的文化 他们特有的生活形态 他们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身影 他们血脉的跳动 但我不知道是否已经摸准 2008年11月10日 静雅思听书生系列光盘 听书生朗朗 过舒适生活